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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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好,我是你的AutoKey顧問蘋果爸 今天這一回來跟各位分享 新動態度開門加上遮蔽的新作法 那感謝各位呢,參加我們的 敲碗活動,我們這邊直接來做操作 輸入B,block的指令對不對 先給名稱 點選基準點 這邊是我的插入點 點選之後,選取物件 選完之後 那我這邊有打勾喔,按確定 就會直接在我們的空間做編輯 好,那我給他兩個參數 在給參數之前呢,我們先做 遮蔽物件對不對 R1C化矩形 好,那我希望呢 讓我的遮蔽物件大一點 這個拉伸0.5 因為會有限出關係,怕門遮不住對不對 0.5 你可以自己做調整 好,使用Wipeout的指令 選取我的聚合線 選完之後呢 刪除我的聚合線 好,那現在已經一個遮蔽對不對 按右鍵呢,將會無順序呢 至於最下方B,最下方 好,沒問題 好,再加線性參數 加入兩組 這邊做點選 OK,第一個 好,再第二個呢 這邊 兩個線性參數 那我的側點速度呢,我都要改為一個 Ctrl加1 這邊設為一個 有參數之後呢,我們來做動作 我需要拉伸的動作對不對 好,選擇動作面板這邊有個拉伸的動作 好,選取參數 點選 空置點 好,給框架 要被拉伸的物件有誰 有這個門框跟我的遮蔽物件 好,Enter 好,沒問題 再來一次 選取一樣的參數 空置點 點選 換這個門呢,要被做拉伸 記得它是往90度的方向做拉伸喔 OK,Enter 然後選它 跟它說 我這邊的角度呢,是90度 沒問題 那開門方向這個弧呢 它要被做比例縮放 選取參數 物件 OK 好,那換我們的距離2 因為我們的牆壁厚度不一樣 我這是12公分的 好,那我們這邊一樣給它動作 選取參數 空置點選 給框架 好,框架這麼大 框完之後呢,選物件 這個 這個 跟這個 這個 要被做拉伸 Enter 好,沒問題 好,那我們現在還缺什麼 缺我們的 對齊參數 跟我們的翻轉參數 好,先選舉對齊 我跟它 希望在我的插護點這邊做 對齊 它會偵測牆壁的角度 好,去做對齊的動作 好,那再來就是翻轉 選擇翻轉的參數 好,那這邊呢,做 點選 我先要放在這個地方 OK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動作對不對 這邊記得喔 選取我們的翻轉動作 先選參數 選完之後呢 選物件 好 輸入ALL 這邊記得一定要使用ALL 才不會有BUG Enter 好,Enter 沒問題 再來我們 我們在做距離2的拉伸的時候呢 我的翻轉呢 要讓它再置重在我的牆壁中間 所以我再要再多一個移動的動作 一樣先選取我們的 參數 通知點 物件有誰 好,是我的翻轉的狀態 Enter 那它的倍率呢 一樣是0.5倍 擋出線加1 這邊呢 距離倍數呢 給0.5倍 好,沒問題 好,做完之後呢 關閉 儲存 我們來做插入 點選 插入 它會偵測 門的方向 可以嗎 偵測之後呢 再來選取它 做拉伸 然後就有遮蔽效果 沒問題 門呢 一樣可以做我們的 放大縮小 翻轉 沒問題 這邊呢 一樣 插入 動態門 偵測我們的方向 決定我們的 牆壁厚度 好 那 決定我們的 門的大小 做點選 OK 那現在 我們有個問題啊 它在拉伸的時候呢 門可能是不是 無藥的數據 對不對 那我們來做個補牆 還有呢 我們的遮蔽框呢 我想要把它設成跟背景色一樣 好 這邊再來一次 輸入B1 進去 再編輯一次 確定 好,我先讓我的框呢 選取它 我將我的顏色呢 改為跟背景一樣的顏色 背景一樣的顏色呢 要使用全彩 用0 0.0 0.0 你可以選取顏色呢 這邊直接輸入全彩 0.0.0 0.0 就可以了 OK 它會跟背景色一樣 好 再來是距離1跟距離2 我希望它是有意義的 有數字的控制 對不對 一樣選取它之後呢 選一個參數 再來我們這邊距離類型呢 選擇 增量 我希望它門的大小可以控制在 好,自由做選擇 我先示範一下 70 好,應該是5啦 5公分 然後最小的門呢 是控制在70 最大的門呢 我控制在130 你們可以自己做 選擇 OK 好,這邊就有刻度了對不對 再來一樣 聚熱也是一樣 選擇我們的 增量 好,那距離類型呢 我給它用1公分好了 這張距離1公分 那最小的門呢 我使用 10 公分好了 或者你選5公分也可以啦 那最大的 牆壁厚度呢 你可以給它 看你的範例啦 我現在使用25公分 好,牆壁厚度呢 我可能有一些 5公分到25公分 5公分就是一些輕隔間啦 Enter 就會有刻度了 就非常方便 好,再來呢 關閉 我們這邊做儲存 好 就可以 現在我們的遮蔽框是不是看不見 對不對 好,它就跟我們的背景色在一起 就看不到它 然後在 出圖列印的時候呢 記得有個很重要的參數 我們這邊直接輸入WIP1 好,這個 這個框架 好 看一下F1呢 看一下說明 它呢就是 一般綠色會顯示和出圖外框 我現在跟它說 呃 顯示但是不出圖我的遮蔽外框 OK 那我要改為2 這個也很重要 2 好 那我在出圖預覽的時候呢 就會這個狀態 預覽一下 可以嗎 就是我們的遮蔽框就不會做出圖的 好 沒問題 這邊做翻轉 然後呢 門呢就會根據我們的刻度 去做調整 這邊也是一樣 就有刻度控制 好,你也可以 可以打開我們的動態輸入 動態輸入 動態輸入 F12 就可以呢 看到我們的刻度 可以嗎 130 到我們的 70 然後這邊呢 一樣 拉伸 25的墻厚 或者呢 甚至5公分的輕格間都可以 好,看你的需求 好,以上呢 是我們的動態圖塊門 加上遮蔽的新作法 好,非常好用 你使用遮蔽呢 就不用去修剪我們的牆壁 好,以上呢 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你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也將我們頻道呢 分享給更多朋友 好,我們需要各位的支持 也幫助更多人 好,那我是蘋果爸 我們就下回的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